今天的旅程我們要繼續玩台中 有超酷的射箭體驗 還有美味的雪花冰和天然美食在等我 聽說還要去做多肉盆栽 最後還有一間超舒服又智能的旅館 越講越期待了 趕快開始我們今天的旅程吧 GO 來吧寶貝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速度就變快了 直接揉碎 淋在這個榴槤冰上面 你看看 山崩啦 沒事 比越不同 包括這些像有點像是西瓜的 等一下老師你來跟我開玩笑 這明明看起來都像南瓜 你怎麼會說是西瓜 真的有很像西瓜的品種 這個還不夠像 了解 回來 今天來到運動中心 你一定以為我是要來跑步運動 或是游泳健身之類的 但是錯 我今天是要來射 射 沒錯 你沒有聽錯 我今天是來學習射箭的 就在這個運動中心裡面 待會兒就看我怎麼變成後裔吧 Let's go 大家不用擔心自己不會射箭 因為這裡有常駐的教練和專業的初學器材 像我一樣認真上課就對了 好了 剛剛學完一些教學以及安全措施以後呢 現在準備要來射箭了 但是呢 在開始之前 我要先問一下教練 究竟我以我的體格跟我的素質 能不能好好的射完這一次的箭 教練 來 你幫我衡量一下 你覺得待會兒我射的情況會是如何 我個人認為你的體格還算蠻合適的 是 但是射箭它是一個講究放鬆的運動 放鬆的運動 能不能射得好就取決於你能夠多放鬆 所以跟力道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嗎 不完全是跟力道有關係 力量當然是要使用 但是我們怎麼樣有效率 合適的去使用它 才能夠最輕鬆的完成 才是我們要學習的 OK OK 那待會兒的話呢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難不倒我啦 我可不可以做一些華試 比如說就是這樣射 基本上 蹲著射 不太合適 不太合適 對 因為在器材操作的效能效率上 不見得會比較好 對 那當然人的穩定性 就不用說就是更差了 所以電影那些可能都是效果 基本上都是效果 都是效果而已 好 OK OK 那我們趕快開始 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走吧 嘿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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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練 這樣行嗎 架式很OK吧 基本上你的劍的羽片 主羽片搭錯了 羽片搭錯了 轉向一下 水瓶的羽片轉向自己 嗯 是 羽片也有影響 是 水瓶的羽片轉向弓的話 飛行出去 羽片撞到弓箭製就偏向 你怎麼射都射不准 哦 那其他應該沒什麼問題了吧 好 人已經開始扭曲了 扭曲了 有嗎 肩膀放鬆 手肘抬高 手肘抬高 好 像後空一樣 後空 再把弓 到忠實的指尖碰到嘴角 閉右眼開左眼 左眼劍桿 劍頭目標 OK 瞄稍微低一點 OK 可以好 摸著臉頰放劍 好 不要瞄太久 然後越久越累 越瞄不準 還不錯 嘿 第一發這樣還可以吧 記得剛剛這個感覺 剛剛這個動作還不錯 動作還不錯 基本上你動作能夠完成 箭就不會偏差太多 那教練這次讓我自己放飛 好 那我自己來試試看 好 教練 我覺得這種一般的挑戰 我已經玩得差不多了 有沒有更高難度一點的挑戰 讓我去試試看的 好啊 那 是 等一下呢我們會有一個旗色的關卡 好 然後再放上氣球 騎射嘛 你是說騎馬射尖那種嗎 對 當然 邊騎馬邊射 我們的馬呢不是吃草的 是吃電的 喔 對 電動馬來著 是 那就稍後讓我準備一下 我們的騎馬機 我說教練啊 是 你是不是在整我啊 剛才我站著好好射都射不到 現在這樣子移動的 怎麼可能射得好啊 它其實也是一個動態射擊的概念 嗯 好 那古時候基本上 它都比較偏向這樣的一個射擊方式 騎馬射箭啊 是 而且你還幫我增加了一個目標 你讓我射氣球 是 這樣子對嗎 我覺得這個氣球可能我 過了三天都射不到 沒這麼誇張啦 好棒 剛剛的表現其實還蠻不錯的 反正是嗎 你是安慰我吧 沒有 好啦 那我就直接開始了 一開始速度不要太快了 大概要 Level 1就好了 好 開始了 動作還是一樣把它完成 好 來吧 寶貝 好像蠻接近的 快 公主殿下 我來了 去吧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速度就變快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去吧 寶貝 我覺得再繼續咬下去很快 你們就看到什麼叫人秧馬翻了 好啦 今天我覺得體驗這個射箭 我覺得算是蠻耳目一新的 因為之前是在類似部落的地方射 它其實也沒有太多的教學 跟幫我矯正一些知識 而且我覺得教練都會給我們 非常多的建議還有一些知識的調整 所以讓我們射的會比較安心 也比較快樂一些對不對 我要繼續去救我的公主了 教練 走吧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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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